男星严承旭曾凭借披荆斩棘的哥哥在火一把 他最终的名次并没有想象中好 但人气和口碑居高不下 据台媒爆料 节目刚刚收官时 严承旭的片酬一举突破千万大关 披荆斩棘第二季火爆上线后 网友对哥哥们的片酬和出场费也是很好奇的 节目还在进行中 哥哥们的喜爱度观众都看在眼里 但最后谁能成团出道还未可知 也希望最后能出现超级大黑马 参加完披荆斩棘 很多哥哥的身价都会上涨 但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数字 不过近日有媒体曝光了哥哥们参加节目的片酬 瞬间惊呆了很多网友 担心哥哥不红 哥哥手里大把钞票 原来都是我们自作多情了 哥哥们好着呢 据了解 节目总共录制12期 部分哥哥们参加一期节目的收入分别是 苏友鹏45万 苏建信43万 刘凯威25万 吴建豪55万 吴克群45万 潘伟博55万 温兆伦12万 郑军9万 这个数字是一期的出场费 因为节目是淘汰制 录制一期就给一期的费用 综合算下来 吴克群和潘伟博录完全程可得660万 郑军录到最后的决赛也能获得108万 如此高的收益 对普通岗位的人而言 渴望而不可得 网友对于这个收入排行榜有诸多质疑 所以也一度引发了网上的热议 可以看出片酬的多少 与哥哥们的热度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这个结果和观众想象中的大不相同 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吴建豪和潘伟博 说实话这个结果是观众没有预料到的 吴建豪虽然说当年和颜程旭一起拍了流星花园 但愿没有人家热度高 后来他在内地的作品也不火 当演员也演的都是配角 在台湾也是人气平平 说他是过气的不能再过气了也不为过 参加节目之前 吴建豪在哥哥们中的人气就不高 节目中也很明显不是皇族 成绩平平还在淘汰边缘 最后能不能出道都是个问题 如果说自费上节目都有人信 没想到是片酬第一 潘伟博能比吴建豪强点 前几年参加综艺频率高 因为和吴欣的绯闻火过一段时间 但也仅限于那个时候 在他结婚之后 作品几乎没有 很多人都以为他退圈了 毕竟副业发展的也挺好 所以网友对他的关注度不高 对于潘伟博来说也是 参加节目的目的就是翻红 地位没有以前高 还有以前的出场费 真是湖南卫视的宠儿 片酬排名第二的是苏友鹏和吴克群 网友的想法就是 吴克群钱与能力不匹配 对比来看苏友鹏值得更多 苏友鹏从一开始还被拿来 当作下一个王心灵 有了乘风破浪的经验 本以为他肯定备受节目组宠爱 但没想到片酬却不高 芒果台和苏友鹏有过很多合作 中餐厅之后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可见这就是所谓的杀熟 也能看出苏友鹏还是认准了 披荆斩棘这块肥肉 虽然他参加节目出场费不高 但出来以后就不一定是什么情况了 吴克群是网友公认的皇族 所以他能有这样的高出场费网友并不意外 只是为苏友鹏打包不平 有人说像吴克群 王心灵这样的艺人在内地的出场费都非常高 基本上相当于买他独家了 只要湖南卫视的节目有需要 就能腾出时间来帮忙录制 吴克群成绩不高 但最后肯定能出道 还有可能是队长 以后和芒果台有大把的合作机会 双方互惠互利 苏建信43万排名第三 虽然感觉可能有点给高了 但还是在预测到的范围之内 苏建信参加节目也不多 他的风格也与对抗类的综艺不太符合 想要人家挑战不可能就得花大价钱保证对方满意 希望他后续的流量能对得起芒果台给他的付出 刘凯威25万也挺出人意料 毕竟他身上让人关注的点太多了 但也很有可能是节目组落井下石 看见他近期口碑不太好 趁火打劫低出场费买流量 不过没想到刘凯威最后就坚持到四公 双方都没亏 温兆伦年龄比较大 出道时间也长 本以为芒果台会看在他事前辈的份上多给他出场费 但还是抵不过不红的魔咒 这档节目对于温兆伦来说参与感全无 毕竟一轮游也只能拿到一期的片酬 很多人看了这个出场费都表示 原来郑君这么少 郑君也是节目组压的宝之一 他的成绩有一段时间上来过 后来又变回去了 郑君身上也非常有流量 除了性格就是他的音乐水准 节目中的镜头也比较多 不知道为什么片酬这么少 结语 知道了哥哥们的出场费 有的超乎想象 有的在意料之中 即使是最低的一场九万 是不是也是很多打工人一年都拿不到的数字 相对而言明星挣钱还是容易太多了 郑文婉 本文为原创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秦权必究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